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28日 今天看到人民之道发表一篇文章 讲到了北方工业大学 原党委书记副校长 校长副书记叫丁辉被算开 给大家看看 这是一条反腐败的新闻 如果你以为这是一个单纯的 这个廉政建设的新闻 可能这个认识就肤浅了一些 本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动作 这篇文章讲到 说是北京市委批准 北京市纪委监察委 对北方工业大学原党委副书记 校长丁辉严重违系违法问题 进行立案调查 抓起来了 那么讲他的问题 陈词滥调 不外乎以前的这个固定的格式 违反什么靶项规定 影响公正执行公正执行公务 收受礼金礼品 管理国有资产的过程当中 被履行监管职责 导致巨额损失 在处理下属单位搬迁 补伤问题时 滥用职权等等吧 千篇一律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现在抓他 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因为有一个重大的世界里 周年纪念日 32年 六四要来了 因为我们这六四发生 我就在大高校当中 反关岛 反这个腐败 大学生 实际游行 最早是由于这个胡耀邦 这个过世引起的 这个先是老百姓 到这个天安门纪念胡耀邦 然后学生要求民主 当时的这个腐败 并不是很严重 刚刚开始 这个腐败就是 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子女 一泉慕斯 包括这个邓小平的后人 邓铺方 搞了一个 这个残疾人集中基金会 残联 残联下面设计企业 到处做生意 拉赞助等等 小腐败 另外那时候还有算鬼之 就是同一个商品 两种价格 拿批纹 需要能到各部委跑步 搞得批纹 一算数就是钱 比如说摩托车 你能批个50台 说100台 卖水就是钱 等等 所以造成这个腐败的问题 刚刚开始比较严重 学生是良好的愿望 要求这个来解决 结果呢 遭到镇压 最后导致了一场 这个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 被坦克机关枪镇压下去了 成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伤口 到现在没有愈合 也政治体制改革 需要这个民主运动 现在就失败了 到现在位置 没有走出低潮 冷却出于低谷 所以中共生怕什么 这个人民群众 激起啊 这个世界 再搞第二次这个六四 习近平没有能力处理啊 所以他就跟你扼撒 在萌芽当中 开始什么呢 两手啊 一手是什么 抓那些领军的异议人士 我今天看到海外的外卫网 海外的维权网 有一篇文章 讲到广东著名 民主人士王爱宗 遭当局抓捕 抄家 给大家看看这个 王爱宗 这篇新闻 这个王爱宗 是一个著名的异议人士 他是说是28号这一天 这个 先是这个警察到他家来骗他 告诉说你这个车 在楼下的车停着 可以刮伤了 下去我们给你赔 结果下去之后就抓走了 这个小情节当年 和抓这个王建民一样 王建民当时在深圳不就是吗 也是晚上回到家里了 也是警察敲门 说是你家的汽车被挂了 要给你赔点钱 给你讲讲条件 他又是真的一下子就抓走了 也和这一样 说是王爱宗 这个报道指出 说是9名警察到王爱宗家里搜查 向他妻子出示了搜查证 搜走了29本书 两台电脑一部手机 王的岳母受了惊吓 随后给他带到了派出所 把他老婆也带到派出所 询问王爱宗的交往 和言论的情况 王爱宗1976年出生 祖籍浙江省金华寺 现居住广州 他是南方街头民主运动的 唱道者之一 长期致力推动南方街头运动 收到这个警方的高度的监控 2014年5月29号 六四25周年前夕 王爱宗被广州警方 在家中采取强制措施 随后给他加入罪名 涉嫌虚信滋事 刑事拘留 关押在广州天河看守所 2014年6月25号 取报后审释放了 说王爱宗近些年来又坚持为民主发声 在推特上经常表达观点 批评中共专制政权 所以说在这之前 中共很紧张 怕六四这些人再能出来搞事 所以干脆就给他抓起来了 这是今天看到维权网的消息 与此同时 另一时候什么就抓贪官 贪官抓的领域对准了什么 高校最近高校出事很多 抓了很多的校长书籍 原因就在这里 就是防止他们 纵容学校里边 一些学生的民主运动 因为各个学校都有大学生 大学生思想非常活跃 而且聚集在一起 容易搞事 所以用这个方法 就是给大学里边的主导的 校长书籍一个警示 告诉他们 你们如果是探点钱 共产党不在乎 但是你要给这个学校搞的 要听党的话 听习近平的话 假如有不安定因素 你不管的话 那就拿出来找事 所以对这个丁辉 是个典型 那么丁辉 根据媒体的报道 1961年出生 北京人 1987年 85年加入共产党 87年到89年 在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噪音控制研究师 担任实习员 那么后来呢 89年以后 在北京劳动 就在这个研究所里 当老板了 当这个领导了 副经理 经理 那么94年 就提升北京市 劳动保护科研所所长了 那么后来在05年到17年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当委副属院长 那么17年 调到北方工业大学 当党委副属校长 在这个学校里面 也是说了算 你不能说一言九鼎 最起码大权在握 那么官方指控他 犯的所谓的罪行 都是千篇一律的 以前对其他官员也是这样 因为什么权力 集中到一个人手里 很容易出事 你像在这个大学里面 也存在一些腐败的 这个空间 你比如说 这个招生 就学生的安排 提升 另外还有一些学校里面 那些资产 国有资产的管理 校舍的建设 等等 冷然是有一些缝隙的 所以容易出事 被抓住把柄了 再加上可能对学校里面 这些监管不利 就或许他也是 学校里面没有什么大事 但在六四之前 想搞动静大一点 就给这些高校的领导看 你们如果说不认真 扶起责任来 防止民主运动发生 就可能拿你就腐败问题 这个说事 给他当成一个榜样 做一个楷模 来震慑了其他的 这个大大小小的高校 因为现在高校非常多 以前我曾经讲到 前几个月 这个中央巡视组 已经进入了 教育部所管的 所有的大学 那么而且还要组织 当时的学习教育 洗脑 对大学生一方面洗脑 另一方面要恐吓威胁 这也来了 对这个领导杆 也要下纵手 这才是他们真实的目的 就是防止六四发生 那么今天还来期待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